夏天已經快到了 各位有痘痘肌 黑頭 毛孔粗大問題了嗎? 那假如有這個問題的話 記得這個影片要繼續看下去 Hi! Welcome back to今天的 Skincare Crush Course 我是Sam 我是Mel 然後來到今天這個單元 大家都知道說 我們有一個新的產品要推出了 那就是我們的 Brilliant Clarifying Mask 三層淨化泥膜 對 那這個也是我們這個聰明系列 就是我們在Brilliant的系列 的延伸 繼續延伸下去的 下一支產品 對 然後剛好就是在夏天的時候 推出來跟大家分享 那這邊一定有很多人問我們說 為什麼呢 我們在這個夏天的時候 推出了這個泥膜 就是很簡單 就是因為我們有了我們的那個Loyal Mask 對 然後那個就是比較保濕型的 對 然後急救型的 對 就想說我們要怎麼照顧一下 就是有痘痘肌 或者是就是比較 黑頭問題的 黑頭油的 那大家都很喜歡 浮臉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這個夏天 乾脆我們就推出這個 能夠幫皮膚深層清潔的一個泥膜 那我們後續的影片呢 會跟大家分享說呢 它裡面的三個主要成分 還有它的使用方法 還有呢 就是泥膜跟紙片面膜 到底兩者間呢 有什麼東西不一樣 那我們就繼續吧 看下去 好 那為什麼呢 就是這個Clarifying Mask裡面呢 除了就是高齡塗這個成分以外呢 我們還加了三個活性的成分在裡面 就是為什麼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剛才也有講就是像我們的紙片面膜靠 就是那塊布嘛 來去吸收精華液 那高齡塗呢 這個就是我們整個產品的一個base 然後呢 它有稀有的效果 可是呢 它還需要配上其他的活性成分 那它這個效果呢 更加的強大一點 那第一個成分呢 就是水洋酸 然後水洋酸就是BHA啦 然後我相信大家呢 有在看我們的影片啊 然後了解我們的產品 就知道說呢 其實果酸AHA呢 它也是一個酸類 然後它主要的功效呢 是幫助我們皮膚代謝老肺角質的 那BHA呢 就是水洋酸呢 它的功效呢 是在溶解油脂的 所以要記得喔 果酸是有辦法去幫我們 調理這個老肺角質 但它沒有辦法幫我們 融取油垢的 所以兩個功能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 所以說它們只差一個字喔 BHA跟LHA 可是一個是融油的 然後一個是代謝角質的 好 來到我們第二個成分呢 就是這個白柳樹的一個萃取 那其實呢 它就是還沒有變成水洋酸的一個前驅物 我你有背書喔 有背書 有對 Belinda講的非常的正確 就是當我們的水洋酸呢 還沒有經過發酵呢 它其實它前面的這個原料 就是白柳樹萃取 然後它的功效呢 跟水洋酸是非常不一樣的喔 它是幫助我們皮膚舒緩 然後回到一個最健康的狀態 那第三個主要成分呢 就是我們油水平衡精華錄 裡面也有使用的一個火性成分 那就是 Niocinamide 對 就是我們的B3 然後它的功效呢 其實大家有在看的話 就知道說它可以控制我們皮脂線的這個 出油量 還有呢 能夠提升我們皮膚的細緻度喔 然後也是達到就是整個皮膚的狀況 更油水平 也是我自己個人 最喜歡 所有活性成分裡面我最喜歡 因為它很穩定 然後不管今天是皮膚是敏感性的 或者是油性的或乾性的呢 使用這個Niocinamide的成分呢 都是蠻穩定的 好喔 所以我覺得這支產品呢 真的除了就是高齡土 這麼單一的一個成分以外呢 就是Sam這邊還特別挑選了 三個很好的活性成分 來去增加這支產品整個的完整度 沒有錯喔 我覺得夏天到了 其實我覺得你好像比較沒有這個 就是問題 對 就是油脂堆積的問題 但很多人呢 因為夏天然後又要戴口罩 所以就悶著 然後那時候沒有定期的深層清潔的時候呢 保孔就會堵塞 然後就有黑頭粉刺啊 痘痘類的問題 所以呢 這個產品呢 真的就是幫助我們一個禮拜呢 深度清潔的一個非常好的善品 嗯 真可能我的狀況 可能沒有這樣子泛油的狀況 因為乾性皮膚嘛 但我覺得女生就是會有荷爾蒙的那個變化 所以我覺得難免還是會冒一些痘痘 那我覺得這一支產品就是非常適合 急救的時候使用 那看到我們這邊呢 大家應該會說 這個新的產品 這個妮膜呢 到底要怎麼使用呢 其實它使用的方法有很多種 對 接著呢我們就跟大家分享三個主要的不同的用法 第一個用法呢 我覺得就是先拿我當例子好了 因為我皮膚呢 是混合性皮膚的 我臉頰有點乾 但我T字很容易出油 而且我黑頭比較明顯 對 所以呢我自己在使用的時候 我只會用我的T字部位 然後我臉頰就避開 然後一個禮拜呢 我一看夏天的話我就會用兩次 然後假如是冬天的話呢 我就會使用一次就好了 甚至就是冬天我就不使用了 好那假如說像Melinda一樣皮膚比較乾然後比較敏感的話呢 但是偶爾就像她剛才講的女生的荷爾蒙的 要去微水或有痘痘的狀況的話 怎麼使用呢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對我個人呢 真的就是有需要的時候呢 我覺得有時候就是荷爾蒙的變化 有痘痘長痘痘的時候呢 才會使用這一支產品 那我覺得我用法比較特別 我就是真的就是很局部 有痘痘的話呢 就是才後腹它 然後其他呢 因為就是洗完臉後嘛 所以我不可能就是整張臉 只有譬如說這個痘痘的位置 跟這個痘痘的位置有 所以我還是會用其他的 就是保濕型的一些面膜 就是圖的面膜 就是來去區分就是我所需的一些位置 我覺得很棒耶 果然是 對真的 這個看很厲害 面膜達人 對 因為其實呢 來tips在這邊喔 泥膜呢 也可以像精華一樣喔 就是選擇自己想要的局部這樣使用 就是一個非常客製化的experience 然後這個是Nomel的 整個產品的精神 後來呢 第三種使用方法呢 是給 假如說你們夏天的時候 真的是臉是每個地方都是油 就是不是局部的 整個是油田肌的話呢 那這個面膜呢 就是可以用整臉 然後另外呢 我覺得比較多朋友會想要問 就像譬如說我們有分好的油跟壞的油 然後我又是乾性皮膚 那我怎麼確保 就是這一支Clay Mask呢 不會帶走我好的油的成分呢 好 那我最快給大家的一個建議就是 不要貪心 對 就是你不要厚敷 不要厚的超厚的 然後也不要覺得說呢 時間拉很長 要那個泥膜完全乾掉 才會有效果 我們建議呢 不管是你要局部敷 或T字敷呢 不要超過15分鐘 15分鐘就是極限了 就算你覺得說呢 你的泥膜沒有乾掉 沒有關係 因為這個是新的配方 它跟傳統式的泥膜不一樣 它不會乾裂的 它是非常Creamy的一個質地的 所以這個好像比較適合就是滑TikTok或YouTube的時候 不適合Netflix and Chill 對 那個Netflix45分鐘過去 然後就整個臉就乾到一個爆炸 對 我們剛剛就提到說 就是很多的方式可以用這支泥膜了 那有些是什麼字不行的 不行的呢 就是呢 假如有使用我們的水洋酸產品的話 你今天假如用清潔型的泥膜呢 就不要再用我們的腳石換心調理水 就是我們那個火酸水 對 因為這樣會太刺激皮膚了 但是呢 你假如說後續想要使用我們的夜間修護精華液的話呢 皮膚不敏感的 就可以這樣使用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泥膜有洗掉了 對 它沒有殘留 還有我這邊反問你一個問題 告訴我答案 什麼 你覺得水洋酸這支泥膜 清潔泥膜 孕婦可不可以使用 可以吧 因為就是只有A不行 是沒有錯是可以使用 但你知道原理是什麼嗎 我不知道 好 我跟你說一下好了 其實水洋酸這個成分呢 孕婦是不能吃進身體裡面的 因為很多的那個止痛藥啊 都有含水洋酸這個成分 但是呢 只要你不要吃進去的話 你擦在皮膚上面 是不會吸收到血液裡面的 加上說呢 這是泥膜 只會聽到這臉上 遲到15分鐘哦 所以說 果然是我們的R&D King 對 所以說是可以的 請放心使用 那看到這個影片的尾端了 應該很多人就想說 濃妙的這個泥膜 跟濃妙的面膜 我要什麼去選擇 那你會給予什麼建議呢 我覺得就是兩個都可以擁有 因為我覺得通常我的話 有可能也是會先敷了局部的 然後再去敷洗面膜 因為就是已經清潔過後 把那些不好的油垢 清掉了 然後再去做一個護食 因為像我們就常講說 這兩個產品呢 其實可以同一間時間擁有的 可是呢 就是可以依照自己的膚況 也許你今天皮膚比較缺水 然後也許呢 今天皮膚 因為天氣的關係 出流量比較大 一個是清潔 一個是加強保濕的 完全是可以同時擁有 所以兩個還沒有買起來的 沒有沒有的朋友們 你會有的 好 那我們今天呢 妮母的影片介紹就到這邊了 然後喜歡我們產品的 有任何話想要跟我們講的 留言或問題的 怎麼突然變得那麼溫柔 當然啊 因為我希望你們按讚 然後點閱頻道 好喔 就是下次見啦 好 拜拜 拜拜 一個不回家的方法 一個不 一萬個不回家 跟我講回家 又不是你 不只是就是有高山林這個 Clay Y 再重新講一次 高領土 高領土 對 高領土 我剛才講什麼 高山林 高山林 是高山林 哈哈 高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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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不使用了 那像Melinda皮膚比較高 比較乾 高 她皮膚比較高一點 然後我就是再會再猜 好 再來 我個人呢 真的就是 有很久沒有錄了 吼 哈哈哈 我跳得很久沒有 我跳得很久沒有 好